该悬的 是的 基站 基站好歹有个土路 对吧 有个周转的地方 上来 直接是基苗打了一个 很稳定的一波冰枪 这个就是灰色地带摩擦 这个肩脊因为是 在一个远端跳点 他们也拿到身上的位置 Q米是在深山的这个 半山腰 加这个山脚的防区 主要当时那波 包肩脊 屁股包的好 好像因为那会刚好 拍摄好像也在打架 所以当时镜头没给的 这里防洪洞也打了个 Kicamco 那个站位 三防洪加大厂 好 护椅一换一 铁进点 想找Mercato的麻烦 打掉了 这波整体来说 拍摄帮自己 争得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哥那哥们 就是这个感觉 对吧 一个头皮位 就抓这种timing 还是给他得手了 翻防顶的这个硬直 第一时间先看 这个屁股后面车的一个 雷是扔进去了 炸了一丢丢血量 拉的已经是从侧翼拉的过来 尖叫好像是不知道他的信息 队友把门炸烂 进来直接看底部 再发力一个 侧翼的人解决了 其实在正面的处理上 就等时间去消耗了 四个人毕竟人也比较多 而且拔掉的是相当限制他们走 但是一把M4 烤人数的优势 喷子怼脸 不得不说 直接在打这种防区战的一些 小细节和小战术 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这协同还是OK的 但是分数就很怪 是技术我觉得 变老实孩子了 还拿到了这个沙包房 还打了一个 进防区的话 时期也不好去拉位置了 放两个山头 只有两个 看强线质量 哎呦牙皮是把栓 主要是下面的人支援不了 对 就从这个山的西边去打 下面的两个老哥是很难支援到队友的 这个非常考验选手的 当时的一些 明场反应 就后续打起架来 测量前的角度非常多 看灵性 看灵性 这个角度由于站的很密 可能要吃头之物 直接往夜里去扔 而侧翼的话 Nicos也是直接出手 哇 这个三倍 是拿分了 他击倒了好几个 但是好像一直没有拿到分数 天鹿刚才吃了一波 PAL的枪线 这两队有点意思 今天几两把 还是经常能碰到 天鹿的屁股 还有DI一直在抽 所以现在天鹿 就只能在这个平台 稍微待一会 对 DI要想从南边 往北边去打的话 其实天鹿这个点 是很容易被 来说17是占据了一点高减优势 在侧翼可能吃到枪线 给了 投掷物要补 加远处了 先打了一个 对 其实 来 放了一枪 废子来了 这边FIX还等待队友过来之后才开始移动 很谨慎啊 好 小五已经出枪了 诶 信息很全啊 知道背后来人了 嗯 感情很容易吃到道具的 呃 外围想要去解决 但是底拖拉了个AZ 嗯 AZ刚好抓了个没有掩体的位置 AZ应该是刚好在摸人 他想要从外围去解决 因为你在坑里面又一直吃道具的压制 是的 开始连环倒人了 速九 使其中 没问题 速九也打了一个 二拿了 现在还有机会测译 有掩体直接给手雷 赶紧换位置 对方是一个平地干浪 看到了 看到了没有 哈凉低血 但是 速九 速九稳住了 这波把费子吃了下来 啊 两兄弟配合到位啊 Triple kill 这波把费子放下来打 打赢了 军分又有了 十七 调整的时间 十七 下一局有两个人 也有两个人玩法 主要他们如果 道具多 烟多的话 到时候看能不能 封点侧身 枪线烟 对吧 杀一下 打一下 打一下 可能对十七来说 就真的 有点难受了 是 监吉祥往上扎了 啊 直接平台找位置 罗哥 罗哥到了 哦 这边也是被 分数全额吃下 嗯 这边匆匆爽拿两分 对 啊 天路也整到一口汤喝 嗯 DI已经摸近一点 而且东边在打架 东边一旦打起来 就是DI处理天路的时候了 天路要 重点防一下 嗯 我目前来说 PC要含量是很高啊 就全部队伍都还在 群里的位置 啊 是 USD跟T打正面 双方都有人头的互换 但是人数太少了 基本上没了 都夹太死了 是的 看看天路这不进攻 反攻 不能这样等着 等着DI到这点 就具危险了 也想到这点 冲冲一颗雷 腿子被炸倒了 扛着人就往 哇 因为天路小虫 应该是想去拉位置 但是 知道两侧的强险 对 他没想到 DI在这里还留了把墙 正面的话还是天路跟DI 对 还是得看正面的一个对抗了 天路刚才应该在混那个圈的时候 用掉了不少烟 这个雷真好落在脚边 焦阳倒地 天路没有那么特别好的活动空间 对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待遇的事情 而且T已经把队员扶起来了 是的 刚刚焦阳也不是一岛了 所以流血速度特别快 一颗雷直接被解决 后面要来人类啊 聪聪这个位置也待不了非常久了 甲野烈了 聪聪很有可能 他这个位置拉出来 就能看到一个趴在地上的人 看到了两个趴着的萨莎赢了 有雷达 可以补 四个 慢慢补不及 而且剩下两个人在底坡 位置已经被受限了 对 被Flash压制住了 而且值得一定是DIY和天路 他们都有单击达到23分的一个成绩 马哥 马哥被Smash打倒了 但是BBL并没有往PEL的脸去走啊 哦 SATA还是把礼拜之后给补掉了 就吸吸 一边蓝圈收掉 又有机会吗 从锁168 然后蓝圈 哇 这波是蓝圈走廊 是的 马尔驰伤害了 这边只能往前去压 侧礼可能要被打 哎呦 脚步露得太多了 对于PUSH来说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 有信息的位置 这三个人已经加入了高点 三个人已经加入了高点 开车 过来切斜 给兄弟报仇 淘汰 还拿分了 而且拿了排名分 那这局拿下之后 已经是97分了 天路 嗯 天路把最有压力的两边的人 全给揍完了 他现在就是没有心里任何的压力 而且最后一个人了 感觉咱PCL队伍在 今天这个比赛 东边 再往里面去走的话 只有一些小反坡能趴着 长龙对边出手 先放到了一个 知道了BBL的位置 直接拉到近点去扔手 雷往术后的位置去投掷 想拉 可以啊 这部信息很全了 大妈一种挡 哎呀 石头位置虽然打下来 但是对手已经把人扶起来了 这个圈刷出来要不要不排了 哈哈哈 对吧 真没必要排了 而且已经有收获了 是的 拿了一分了 还被发现了 嗯 差不多可以了 他现在一算场上人数 其实优势还是很大 对啊 这个圈一出来等着就好 两分的一个头 两分的一个头 还有远处的枪线 有天命的枪线 这边给了投掷物 哎 一个倍胜 漂亮 这个两分枪拿下来了 而且一直锁住 九神好稳啊 其实也 购任的这个大量投掷物 已经迎面而来啊 闪身躲过 吃到了远处的12枪线了 还行 最后一个一波四打三 可以 但速九 心里 一颗火 糟到了 雷丢刺了火丢的很准 空的妈 还是把露露给秒了 还是制造了一个走位空间 让露露没办法 被托托出了破绽 再绕 小海再绕一个侧身 再找新机会 但是没得手啊 第一时间没得手 对一下 惊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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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 在高点反波倒了 smash已经顶上来了 小海正面打赢 关键 关键 2打2 小海再往回拉 队友在扶 因为小海 非常好的一个掩体 Mako 想要蓝牌去补分 又一个 打一个 3打1了 海哥呀 关键 救命啊